哈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期的杀光杀光的提高吧 我们直接废话不多说,开始看本期的视频,总共有四盘 打下硫磺输入车票 第一局咱们选了一个点尾张霸啊 这个组合,我们要看看这个选择框里面有什么选择 因为可能有22的其他组合,有个庞德嘛 张霸可以选,然后一个俗国,然后选了一个卫国人点尾 那这局点尾是不是有这个出彩的点 或者一两个我认为可以做成视频局的一个小细节呢 直播吗?是的是直播 这手拍也没有尊重大嘴啊 新版的国战这个手拍就不太需要去尊重大嘴了 而这个老国战要尊重大嘴的手拍 但是我们就是还是有两张新版就可以了 有P加一马也还很不错 昨天看到了,看到了什么? 昨天看到了这把,我都没有印象了 我愿不背弃 这别是借刀司马 打出来之后他这火龙没再打了 但是有的朋友说这个火龙没打他是不是会 但是不一定啊 一般很多路人看到司马的时候他是不愿意去打的 因为他手上有桃子 或者手上有这个核心的装备 他不愿意去 那是一个裸一的徐楚 那个露诗手能不能拆出来 拆出来 砍马桃 没打中 拘手了 这个路人的朝能就是锁定机 这边1号呢 7张闪啊 我想起来了 我想起来了 这就想起来了 去府这边 打了下3号 但是其实打马他没什么意义 因为他一波大招 你就前面的 你前面做的事情就全部都前功尽情 我一个大招 我大招都不开 我现在解读回满了 这边这个朝人的巨手 给卫国团队的压力是非常非常非常大的 我们在视频里面 讲过主要灯爱的问题 我们在这期视频里面 要着重讲一下这个朝人巨手的发动 一定不要轻易的发动巨手 因为会给队友团队开团 带来很大的后顾之忧 这边砍了这边司马一刀 司马反馈 司马有没有杀 我们的核心掉了一斜 然后这里去府拼了小点 所以说马腾忙了的时候 他又连了一下 但其实他这里如果去找决斗 排队是有决斗的 找决斗是有可能把这边司马带走 自己自己重铸铁锁连环重铸 找一张决斗有可能把司马就打死了 然后他看了我是个卫国 然后打一下我嘛 能不能快一点啊 冰柜神速啊 这边中路也没有出来了 表示飞卫 或者是个马带 马带会打我吗 哦 马带表示这边都已经给了我一个身份了 是一个卫国人 我们这里会发动两次 但这个排序也是非常杂乱的 助力闭合都没有发动 双亮 贴锁还是得解一解 而且还可以骗无谢 砍那一刀 这时候得留个桃子给这个司马 因为这个人动司马是可能会求桃 而一号这边这个二一号在我们这边看来也不是位 因为这边许楚出来 带节奏的时候司马是已经亮将的 那一号是个贵国他可能会出来 结果一号是一个贵国他选择不出来 这两张牌给逊约 可是这让他桃子给逊约 给我洁明实战 但是其实我讲小细节 这里洁明的话 他给我补也可以 一般常态下以前他应该给国家补 但是这里给我补也可以的 因为我是一个远离团队 位置的一个孤立在外面的一个卫国人 我的防御的牌 是卫国开团能不能赢的一个保证 我的状态不一定能存活 所以说他这里给我补三张 是可以的 如果我是满血 他这里要给国家补来 不能给国王牌 大家要注意这个心情 是直播 然后这边 国家当时如果信任一下这个团队的话 在第一波落神就可以通过寻遇国家的配合 就能把马藤打死了 这边杀一刀 然后这里驱护一刀 砍一刀 马藤的大招都可能开不出来 所以注意一下这个马藤的 这个司马的位置 拆这边的青宫 看怎么大 打张蓝蛮 这蓝蛮我当时就不太 不太愿意推荐 有可能我唯一的认为 他可能没有杀 他才是打这张蓝蛮 但是这个蓝蛮是非常非常着重的 为什么 因为会压到我和朝人的状态 甚至来说压到我了 状态我是一血 看起来开个桃圆 好像普通文 其实根本就不文 然后他做了一个更不文的事情 就是这里去九杀这边马藤 现在你必须得留九在手上 九杀没有任何意义 马藤死不死 根本就不重要 而且马藤还不会死 你九杀打不行 俗号就没有任何的意义 你打他九杀他干嘛 就没有用 那就很危险了 这是一个官女都没有来拆我的加码 就表示手上还有持续的顺手拆 拆这样子或者长距离 然后桃子又被拿掉 真的是悲剧 这期视频我给他放出来就是 我着重的强调下这边朝人这个拒手的问题 光家曾经如果朝人不拒手 他是会出来打的 然后司马逊在这轮的行动 他这边 我觉得他可能是认为 他是觉得 手上没有杀 我认为他手上没有杀 说他开放难满 然后去掉了我们的状态 如果手上是有杀的情况下 是一定一定陆续打上AOE的 然后这是第一处 第二处 那口酒是绝对绝对绝对 不能去吃去打九杀马头 那这个牛市局要防守 只有一件事情 那就是防守 除了防守 没有任何的其他事情需要你去做 你和那个徐蜀朝前还在提手上面 打上不信继续破坏 又连了一下 真的是爆炸啊 因为这里有时候是没有闪的 吃一个九杀就没了 一个雷杀 还不是九雷杀 如果是九雷杀 九火杀 那就直接死了这局 你看,你那口酒吃了,你先怎么办,死了呀 别觉得隐了,没一次觉得隐了,我觉得想当然 只要常常有暗将就没有赢,只要大家不是满血,那就还有血润了 还能找连鲁的,看到你们找到连鲁,还好没找到,那咱就动了 我们这绝盗没有什么两点,他丢了两张桃子,他手上一定有桃子,然后直接去顺桃 但是没有顺到,没顺到怎么办,先乐一下张角,因为我不知道张角最后张牌是不是一张杀 那我们直接拼他和他决斗 即使这里决斗死了也无所谓 因为他亮着鲁布也没有关系我牌 看了三步之内,取你小命 然后枪杰打死,关羽是流张桃子的 这张角自己有口角 但是特别悲剧的是,这个鲁布的勒布施鼠竟然添堕了 哪个鲁,朝人一张杀 这个队友打的这局真的是特别怪啊,这个关羽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救一下 因为国家又能遗迹这边三刀,还能挂一下嘛 这个逃出的也很不应该 而事实最后证明张角最后手上连闪都是没有的 就是这里这个街道,这个徐楚你要不要去出仗杀我是不太知道的 你们会出仗杀吗 论了一下关羽还是很稳 但是他并没有杀 瓜真奇最后一种表现是这样 这种感觉是无中伤友 看着无中 因为这里你如果 宝瓜真奇这个破神是要输的 而且要注意一个细节 这副排队的连弩在排队底 关羽月音你在通过上门的爆发你是没拿到的 那极有可能会被徐楚或者瓜真奇拿到 所以你打牌要考虑细节 所以说关羽这个桃子是绝对绝对去不能出的 要结合排队来 打 反正就把AK是不是在排队底里 对不救他 我觉得要赢了 因为他作为场上最高身份 而且他还有可能获得那把连弩 可是我藏了东西 你藏了什么东西啊 可是我藏了东西 你咋不上天哪 信德先生眷顾 这个中西的腿也是特别的撩人 不知道大家平时喜欢女生懒到不让 我就喜欢腿和脚 我们看第二把吧 第一把 就是个幌子啊 大这个开团 第一轮开团就要给他 给他讲一个小小的细节 就是你开团要注意 什么时候是进攻的时候 什么时候防守的时候 包括昨天晚上有一把那一把 我是一个几零 然后我队友是干啥 打一个固加下火盾 有的朋友就不懂 你最后输了就是你自己 怎么打的什么问题 你这里也是拼点不拼 什么一点不拼 前面蟒是可以蟒的 因为我们的状态和他的牵换都有保证 我们是可以蟒的 但是蟒呢不能违对你打出去 对队友先打上 然后后来我们状态已经打不过的时候 这个固加神勇无敌 陶子一直有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只能防守了 就不要再进攻 因为进攻你就没有出路了 你去打他 你手牌 你的血量只能量血 或者一血你打他就要顶钢链 你就要气手牌 然后此时有寒冰剑的时候就是防守的时候 寒冰剑就掉他的牌 就不需要再进攻了 通过陶元结义把这个状态调成 重新调到三血再两码 是可以完胜的 这一把咱们选了个孙策奖亲 在选匠的时候我就给他讲 这个孙策奖亲这个武将非常非常的强 他强在哪 强在单挑 他打团倒没什么东西 但是他单挑非常的狠 我把这个主播的粉丝礼包给他发了 大家赶紧领来 我发了 我发了 不然过了12点 就发不了 梦中杀人 我来混 早晚要还的 这边是一个 黄盖绿迅他自己一直看着我 然后开始打 然后又把我的这个身份给 暴露了出来 大家都知道我是一个无国人 还好他没有自杀 100个竹子 这么 就100个竹子那也太太扯了 我明天应该会休息啊 如果我精神状态比较好 我就知道 我精神状态比较好 就休息一天 放快点 白白 废狗啊 黄盖的ID叫废狗 没AK 我AK的当时扔到他脸上了 我把脸弩扔到他脸上了 他都没注意 他都没注意我把脸弩扔掉的 还救什么呀 断一个增机潮潮 还不够这个 蔡文姬就逼得 想我怎么办 那微信约起啊 11 垃圾蔡文姬 就我个人是不太喜欢蔡文姬 这张角往空 雷公助我 没批中啊 四斜的张角都批不中 吃鸡 打成这一把的时候 这个局 对我们来说 就是一个挑战 对高手来说就是个挑战 因为这是一局 独瞄的 某人局怎么去控场 怎么去量降 什么时候量 什么时候控 咱们这个6号是一个 没表现的也没表这个倾向的一个人 咱们先不动啊 手上一张绝对一张蓝蛮 也是很不错的牌 雷莎 这魏国肯定是赢不了 这局呢 咱们 特别特别的去看这个祖格亮 因为我们 说过对吧 祖格亮后期能力是特别的超群的 而且他还是个半角祖格 那副将有可能是 张伟呀或者是庞统啊 或者是慕获呀 或者是慰言呢 这类这种类型都非常的狠 现在还留了个八角战 本身来讲 我蓝蛮决斗都可能会带这个祖格亮走 结果他 很假 就打消了 打消了去击杀祖格亮的面团 那打这个场局 我就要亮将了 我就觉得没什么长的必要 我看一下他副将是 那是个姜维 那是个姜维 我现在绝对台湾 孙伯福 然后再砍一下马腾 这局呢 祖格亮是 有可能死不了的 然后这马腾的状态也不会很残 这边四马也不可能马上死 所以我就 就去压一下这个祖格亮的状态 希望 他们去 P死这边的祖格亮 与我之真气和天地之造化 无乃天命之子 四马 张角后改 看能不能死 一口酒 反馈 下次注意点 感谢 临深处欲见路的这个车票 马腾没有搞我 我其实我这局 我主动在带跌车 我在带着祖量的节奏 我主动的压了祖量 所以祖量呢 肯定要报复我 很强啊 过河拆桥 是一个质量将为可以关十张牌 桃园 看桃园 这个桃园对群雄来说是非常不利好的消息 因为群雄本身来说就要把这个祖量或者司马剔除 然后就要围观我 他那个桃园又让司马回了个鞋 略部非常难受 他的ID叫雷公 这个卢迅的ID叫废狗 敌情已了然于凶 即刻出发 是张闪 如果他不是闪 我们可能会考虑待会儿用这个 现在这个出血雨扇别挂出来 因为挂出来就被这个交易再挑了 我们就挂一把短刀 他也够不到他 出来混 早晚要还的 顺手牵羊 是吗 已经没得赢了 杀 看他最后的零死一波 因为当祖量在前置位的时候 我都不会担心这个张子角 吕布能干个啥 因为他的牌是被这个交易控死的 他没有控 他没有控吗 他为啥不控 他不关这个吕布的牌 你看回到马起 这局我们就非常非常危险了 因为待会儿 司马死掉的时候 我们就极有可能会被这个交易吕 就让把架 且 我也不知道他们会雷击谁 他会雷击我还是这边的注量的 我也不知道 反正我就提前的去控制这个注量状态 这里留牌我就留错了 我应该留一张 杀在手上 然后其中的一张闪或者追射 不要 因为那边有怪石 排队到已经接近排队底 是有这个蓝蛮的 观今夜天下 知天下大事 哎对 我们最后最后会和这个马腾 潘凤决一 决一雌雄 你看现在我掉血 那边将为助量一套神装 你说这个灌石斧 大丈夫为人坦荡 咱们现在没办法了 因为我可能会死在 死在这个马腾的前面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先把这个铝布干死 因为 马腾极有可能用怪石 要不就杀我 要不就杀铝布 铝布也可能会拼我 因为我现在状态里面 谁能打我 何叙于天下 把他决斗的两个血 是直播还是录播 你送上车帮 我告诉你答案 本身我这张朱雀雨伞 还想留在去 针对这个江维 这个火龙暂时留着 先不打 我火光打张角的话 这个人头就被江维给收了 所以我们这张火光绝对不出 然后还有 还有一点很重要 就是这火光是给江维预备的 知天意 逆天难 你看这个铝布的牌是被江维灌死的 这个铝布一定拿不到好牌 屁也屁不住 实际上是两张火 但是江维一直没有去挑这个灌石啊 这个灌石其实 对他来说也很危险 因为马腾拿一个火杀就崩崩崩 9 本来这里他不出头 我收了 然后一个火光带走江维就直接进单挑了 但是马腾强行要救 这里就没有救任何的必要了 为什么呢 因为基本上默认我们两个人单挑 咱们就可以试试这个单挑 你让江维活着 这个人头就送给了张角 那进入一个三人爵 那这个三人爵 江维补党一面 指天下大事 这个陶日就不应该出 我给大家提个小细节 你现在有灌石八卦阵解一马 你和我当中是具有优势的 结果这江维 小骗子有点厉害啊 这个江维片子 这些东西又翻抽了 这个桌面板每天玩个两个小时 你就得抽出来重新插入 他受不了 他只能持续一个小时 但是主不可以持续连续五个小时 这个战斗力爆表的持续型男人 但是这个三口插就听不起咱们的草 每次玩两个小时 他就得出来 然后重新进 诶 怎么拉都拉不了了呀 什么情况啊 拉的展都展不开了 在哪个区 目前在四五区 快进一下吧 这个看视频的快进一下 八 这局时间有点长 这是八倍数也有 也有很长的一段时间 你可以快进个两三分钟 这游戏没有16倍数啊 这个游戏 火祝格姜维关羽怎么选 姜维关羽 就是姜维地区拿 而关羽 关羽配姜维也非常强 诸葛亮没有卵 就诸葛亮这个武将是 都可以关的一个武将 就是小祝格 老祝格非常厉害 小祝的是个杂鱼 没点用 这一把呢 我们打的是有点 不一样的 我们打的是有点不太一样的 因为我相信很多玩家 都不会像我这样打 就在前期 当两个群雄是满血的时候 我会去提前控制一个祝格曼 因为我特别怕它是一个祝格亮狂统 或者是一个祝格亮未研磨或这种类型 因为它不停的控制 虽然有张角加以控制 可能去雷击这个祝格亮 但是我还是愿意提前去控制祝格亮的能力 避免在后期它宅着神装 你看 其实打到这会儿 其实是有危险的 因为这里凯着张角 张角把祝格亮P死 我和司马2月2是很不稳的 但是我 我就是个仇祝格亮的人 我仇慰倒不得很仇慰 我就特别不喜欢祝格亮 成为我的一个队友 因为他成为一个队友 就一直玩空城 我就会扛幻石 扛鱼布的无双 我就帮他再玩 帮再赢 还有一点就是 他在前面 他是在张角前面 所以我也不太有张角 我不太会担心张角 能有很多桃子能回复 或者手上一定有一套雷 因为他牌被 被这个将尉是关死的牌 但是要注意节奏 前面再控这个将尉 但是现在我们会成为雷击的目标 或者成为怪石的目标的时候呢 咱们还是要尽可能从改变数 尽快的打入三局 你要破绑架 怎么破呢 就让一个boss进入一个四国大战 或者三国大战 避免在长局的2v2里面待太长时间 就是比如说 你成为群雄的集合的点了 那就要尽快的把其中一个人打死 尽快的进入三人局 这个马层才会转变他的打法和思路 我们才不会被这重量玩死 这也是国战 在这个老国战版本里面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 但是在这个新国战可能就不一样了 因为熬战模式出现之后呢 每个人的单挑强度有所改变 而且boss已经不太会存在boss了 除了这种还能吸血的魏妍诸葛亮这种 基本上就不可能出现过阿针基 或者是把你脸这种绑架什么的 只要你掉了个血 那你就可能会死 然后这张闪我没有出阿 因为这个牌队里面 就我不想去闪他怪石 因为没什么意义 大家有朋友说 你让他多丢两张牌 丢两张牌有什么用 他丢两张牌下轮就摸两张牌 有什么意义吗 没有任何意义 你看他手上有杀 这个这个谁 这个使不见这种牌随便扔 没有用的 因为我要打的人是打这个张角 甚至来我说我都不想怪这个马上狐狂 而我的傻还可能去防这个 新牌队里面的万剑齐发 或者是江维把这边吕布 比如说 比如说江维这里把这个人 这个秒了 把这个吕布一个绝对或者又一秒了 他肯定是可能是要堆我的 这种傻是 首先在新牌队要防AOE其次呢 我要防这个吕布突然暴毙 这个江维可能会来打我们 这样闪不要去闪灌石 闪是有限的资源 要注意 并不是每一轮都能摸到闪 这在前期去闪了一个灌石 你有可能后期一直摸不到闪 明白吗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去闪灌石的原因 闪也不是无限的 你说我每轮都能摸到闪吗 不一定 排队的闪只有大概二次来张 二次来张闪 而你每轮只能摸两张 你能确定你能一直摸到闪 你看 就是因为我前期没有去闪这个灌石 这里张闪是不是扛出了这里一个九杀 这就是小细节 当时弹幕一直会问我为什么不去闪这个 闪这个马腾 甚至来说我都想 我都想讨好这个马腾 你不要来打我了 因为最后我很可能 会让这个诸葛亮江维一军 说我也不想很强硬的去打这个马腾 只是马腾可能会让我死的时候 我才去看一下那个牌 还好 还好这里他没有那个啥 我们先火攻一下看是不是要闪 对闪是非常非常少的 所以张角为什么也不厉害呀 因为闪是真的很少很少 没有你们想象那么多 杀只有大概二三十张 而闪比杀肯定是少一半的 然后就进一个单挑了 然后实际上是几张闪 把刀帮刃先拆了 我觉得我单挑确实是优势 因为他是个白板判缝 我就挂了个阵盾 因为我是个孙侧 这个王盾还可以寄仰 结果 瞬间就被他剥了一张 红杀 然后王盾被拿掉了 很惨很惨 因为我使得全是黑衣杀 这个王盾 很妨碍我对他进行输出 被拒了 先看 要注意排序 而且打这个蒋青的时候 一定要先通过自己上益的技能 去先拆牌 然后再来打我们后面的排序 就是要注意这样一个细节 然后代劳我认为他可能没有杀 结果长开之后他还有杀 我们就掉了一血非常惨 而且咱们是个主要顺畅也不用觉醒的技能 这个时候已经要死了 每一轮都要记得要先上益 都要记得先上益先开牌 而且你玩这个蒋青还不太需要去弃牌的 因为你反正能看他牌嘛 这个时候就不需要去记名牌 这个技能很强的 因为我给大家讲一下 这个技能为什么强 他的效果是一个拆牌的效果 而能达到拆牌效果的只有 比较直接的两个组合 就是两个武将是甘霖和姜维 但是甘霖拆牌是有自己的一张黑牌去兑换的 其实是没有牌差互换的一个兑换的牌 而那个姜维的挑衅也是有风险的 且有条件 必须距离得打到你 且对吧 你还要出闪 如果你没有闪 你还不该随随便利挑衅 而这个蒋青他拆牌是无损的拆牌 什么叫无损的拆牌 既没有条件的限制 又不会消耗自己的状态和闪 且不会用自己任何的一张牌 去拆拆牌 就非常强 咱们就现在和他以命相搏 但是现在咱们是烈士 因为他前期抽的牌特别厉害 我们两次挂荣霖盾 就瞬间被两次这个红杀给打掉 且这个荣霖盾被打掉 拿走 潘凤这个技能也是超屌 如果他没有这个荣霖盾 说不定我就已经赢他了 很不错 这里是来了个代劳 还是先看他的牌 每轮都养成个先开牌的习惯 然后现在没有手牌 那这个代劳也可以补开 然后他红杀我还可以激扬一下 红杀激扬一下下轮牌比较多 我可以去用这个代劳 然后他又吃桃 然后让我现在觉得不吊打 是什么嗜血 要熟了呀 开个大牢 还是先看盘 因为手上黑无蟹也是可以拆掉的 无蟹都是黑的 都是这个两个国无蟹 张普洪伟好像都是黑的无蟹 这个拆那也没什么好拆的 我拆他荣霖盾嘛 我把荣霖盾给拆了 因为荣霖盾的手势让我觉得恶心了 因为每次自己挂出来 荣霖盾瞬间就被他拿走 那要不就 这种荣霖盾大家都别要 我们都别要 不错 先看牌 现在咱们小霸王徐姬玩起来 拆掉他这个蛇宝也是非常强 然后红杀激扬一张 这个单挑真的很强很强 即使咱们被他前期在通过一些神称 或者装备优势在按在地上打 但是现在咱们也慢慢的把这个 把这个颓势给流转回来了 先看牌 是一些垃圾废牌 绝对他想 然后砍他一刀 然后这连弩再挂起来 他就非常非常的危险 我两张闪 他也不能通过这个盘风的技能 把我连弩给下掉 我这里再找两张杀 或者其中一张红杀激扬起来 他就可能在这一轮就把它完成 先盘牌 先盘牌 来 是黑杀 拆掉 你看这个牌杀真的是受不了 这个 不过没有我这个蒋青的拆他的杀的话 我就已经被这个盘风杀掉了 就是因为我不停的在拆他的杀 他的输出使用是跟不上 或者是他的回合是断杀 这里两张杀 带走票 然后看一下小鸡鸡 他是一张短小金干的两厘米的一个五六剑 小霸王和这个蒋青的搭配也是非常的狠的 我们再单挑一个在平等状态下单挑一个 如果没有神车或者是 没有我们是五五开 从交叉强度 你认为的五五开 我和你单挑都不占下方 且我觉得和几零的一些搭配的单挑 应该都很不错 因为我还有个阴阳的技能 我还可以加点 你那个顺侧拼点 那个谁几零拼点还不一定拼得赢我 如果我没回合再进行这个 无省的去拆你的杀 我拆你的黑牌拆你的无蟹拆你的杀 拆你的黑桃酒 你都是非常难受的 这局咱们选了一个梦获主王 感谢大叔叔的杀子 最后抽奖这个车票抽一千 一百块钱 还有最后的一个小时 一百张车票我就不亏 就不亏 大主播抽奖是赚的 我跟小主播只是为了做流量 做表面工作给熊妈看 然后咱们这个梦获的这个技能是不打开的 养成一个不云量独条的好习惯 那是个什么东西啊 我们不杀贾雪 每次在这个贾雪旁边的时候 要去杀不杀贾雪 这是一个世界难题 怎么会玩 因为要下波了 这是你杀他的话 别人会认为你 对吧 贾雪就可能会来针对你 或者暗将的其他群雄来针对你 但是你如果不杀他 其他暗将又可能会认为你是一个群雄 就很僵 所以我们特别不愿意在贾雪的旁边 或者在邓爱的旁边 或者在二张的旁边 或者在大潮的旁边 就由这几个将 你贴着他 你是这局的游戏体验非常差 在张飞的旁边都还好 看这边曹操要搞一波 看他能收几个 有两盘还比较精彩的局 但是昨天这个游戏掉出去了 这个系统又没有保存 那有点缺憾啊 我们下次有视频局 赶紧保存下来 避免想做成视频的时候 缺乏一些这样的好的素材 感谢Rocky 感谢火箭的主子 今天火箭队输了啊火箭队 你说火箭队的这个球迷吗 然后勇士队这些人 我是杜兰特黑粉 感觉睡有无声害怕的这个猜看 知己知笔 这时候不要去看呢 其实没多少必要了 然后我这个是出来 没有把这人头给这边的这个太子吃 我自己抢了这个 抢了这个谁 抢了这个祸首 这个祸首呢 你是一个半边吗 这个孔就不受这段伤害 我不想把这人头给这个太子吃 所以说亮 这也是我们第一个细节 就亮了一个幕后 结果 还有一个群雄 Fuck 而且开张代牢 我让无限也没有打 因为我自己是被 我无限一直没有打 我让他开了个代牢 然后恐龙换了一波牌 看这边紧雷铝铝布 有没有能力把这边太子吃打死啊 但是去杀一个八块镇的小桥 我觉得很难啊 他结果二话不说 先把我贴上这个乐再说 再开一步代牢 他依旧不打温戏 前面没有中乐的时候都没有打温戏 这里中乐不是鼠了 我们更加不打温戏可急了 感谢我快饿死了这车票 谢谢老铁 你不会饿死的 中了这一百块钱 可以买 可以买这个五十代方便面 可以吃十天 九 九 杀 很难打状况 这个小桥的八方是有四分三的概率 判红的 因为黑桃也是红嘛 洗把 你咋不上天呐 好惨呐 又一个黑桃 又一个黑桃 今天说老子怎么拿不到这样顺呢 然后这个吕布的浴火简直就没地发现 就找这个曹操发现一下 好梦中杀人 曹操就今天熊了又掉了个鞋 我是非常可以见到的 结果这是怎么个董卓 董卓别透我的好牌 我两张几张OE别拿走了 小剑人 结果他从 从我的这个一万张牌里面经常掏走了我最没用的一张闪电牌 也是优秀 看怎么打 能不能把他藏了秒了 哎呦吧 他要把这个扔牌给贾曲吗 别扔了 我觉得贾曲要死了 同学 然后这里拆呢 一定不要去打无蟹啊 他不一定会来拆我们的乐不尸数 有可能拆我们手上那张名的蓝蛮 因为他自己想活你知道吗 所以说这里绝对不能去打无蟹 因为场上只有一张无蟹了 就是我手上这张活不屑 如果他猜的我是手牌 我们就全妈全家爆炸 两张OE打不出来 然后这个这个这个杀 这个二号呢 前期针对过我来砍了我两刀 我记得了 但是这里他没出来 我也不知道是个啥 反正咱们就不管啊 这个 结果这边张角就批了一下太子吃 想试试这个 帮助一直怕红 我雷记一定能批死你 我换了他桃子出来也是小屌屌的 雕血了这个156 咱不管 慢慢打 先破牌 先拿人头牌 再如果有铁手梁环的话 我可能会去连这个吕布 就放这个张角一条生路 把这个吕布和董卓打死 都死了 然后这张拆呢 还是要去拆下这个张角 没有收到铁手梁环或者连弩这样的牌 因为有可能董卓最后张牌是张桃子 所以说我们还把张角那张桃子给拆了 然后打九杀 杀掉 然后这张桃园结益呢 咱们不开 不开 因为我们并不知道这边二号是不是一个确定的蜀国人 他也有可能是个烧烧的无国 或者是烧烧的这个周泰之类的 这一波不亏 这边不亏吗 铁布 嘿嘿嘿嘿 BANG的一声 铁布绝望 董卓现在横正也只能横正一波空气 所以他想摸牌 去在新牌队里面找OE弄死这个助量 他最好的结果呢 就是找张蓝蛮入侵 然后放死这个助量 我弃牌 然后他们还有得翻 但是找蓝蛮这个铝蛮也可能会被打死的 所以说这个董卓能找什么牌翻盘呢 我觉得找万键找蓝蛮可能都有点吃力 这是一个少少助量 这里他只要闪一波把自己劈死 那肯定是稳超胜券 那这局为什么会做成视频呢 有点牵强啊 有点牵强 但是我只是想分解一下 那边曹操在拆咱们的时候 这张无蟹也要不要打 然后前面这个锦灵在开代牢的时候 这个无蟹也要不要打 我们都选择的时候不打 因为首先这张无蟹也有可能去防我自己的乐不思蜀 或者是其他的东西 还有一点 如果这个上加是个诸葛亮的话 我们手上这张OE会打出去的时候 还可能会保诸葛亮的状态 会保他的存活 所以说我们这个无蟹呢 在前面他群雄疯狂的开代牢的时候 咱们是制作网闻 让他随随便便的去开 然后最后呢 防御自己的这个乐不思蜀 司马菜无声我们也不反派无蟹 因为很可能会适得其反 他不是来 因为他 你认为他是来拆你的乐的 但是不一定 那最后一把 咱们是一个离点炒屁 希望这局也有相同的一到两个点给大家分享吧 因为视频做到现在已经有100多200多期了 很多这种诗录来已经称心 咱们也特别希望新国战 能马上登陆这个案来 给大家带来新国战的解锁 上几期的视频呢 是在这个新三国杀搞的 然后那些操作的界面 包括这个读条 包括这个 结算的一些东西 就老子都会搞平 可能玩家看的也是有点不太习惯 所以说我们就没有在持续的 在新三国杀里面去给大家更新这个 视频了 还是给他在做老国家的视频 感谢数月无声的车票 感谢莱莱必轻的车票 这里把这个冠石给拿下来 这期的主题呢叫猥琐之王 猥琐之王 这个199的胜率呢 我当时瞟了一下 是41胜率还是一个相对来说 比较会玩的玩家 我认为高手的一个标准 可能是42胜率 算是一个高手 最低要求42胜率 然后黎苏莱想成为一个真正大神 那45胜率是个标杆吧 然后真正大神 47、48胜率 像我这样50胜率 那就是国战第一人 而且稀哥稀稀的车票 说41胜率还是一个 对吧 可以参考的一个玩家 我们看一下这个猥琐之王 这局是怎么去猥琐的 这边黄中和猪和张和一直在怼 这个七二八个阵都不判 哇有钱 有钱的人逃多 看我手上的两杀一伞 完美的抵御所有的AOE 这是为什么我们会在前期 留两张杀一张伞的原因 不会留两张伞一张伞 AOE是在排队里面是很 就是根古不变的 排队里面肯定会存在两张南蛮和一张万剑 而袁绍不是在每一局都有的 且一两个圈下来都没有袁绍 那袁绍可能就砸击下去了 或者是这局就根本就没有袁绍 那就不要过多的留闪在手上了 这边是个香香还是个半边香香 大概就是个周炭之类的 可能就对吧很嚣张 这个张伞表示你们不打无过人 我就让无过人赢了 又给香香消机 又给这个鲁树拿白银换血 但是我们不要放弃 我们坚信自己的能赢 我们这局还是能赢 这个号胜率怎么又掉了39.3了 这个号打了两天 只涨了0.1的胜率 GZB看了我这个人 看了之后他脱管了 8号是猥琐之王 解他解他是一个嗜血匠 这个时候他GZB看了我 别看 当时我还没有点到胜率面板 我就已经比较认可199的玩法了 我都没注意199的胜率是41 因为他不需要GZB 不需要去看刘善 他也不需要看7 因为刘善杀鲁树了 7号杀鲁树了 我是全程没掉血 且是我全程当树上香鲁树出来的时候 我都是没有行动的人 然后199级看过我 当时我给这个199标两个身份 一个是群雄 一个是可伦的吴国人 因为他为什么 他觉得场上吴国人的状态并不好 而且吴国人打团打不了 如果他是一个吴国人 然后确认我这边是个吴国 如果就可以瞬间的开团 说我对8号的定义是个吴国或者群雄 当然 正因为我在直播里面也说过 正因为他胜率高一些 比其他的30多胜率的玩家 稍微会玩那么一点 我们不排除 他是一个吴国的完全的可能 这灌石是不给的 其实我的手牌是可能会被定盟的 说这里义无法顾的打 非常不屑 他顺着想流散 冰凉寸的流散 再继续躲死 砍这个庞藤 他为什么丢了两张决斗 其实这里他可以 对吧 留两张决斗 双决斗流散 说你就把庞藤打死了 庞藤手上都不一定有啥 你看他放学有啥吗 这就如何是好啊 有一张 放学给这个 7号他也没有给这个增击 因为增击都是一个叛变的 叛变的魏国 对吧 叛逃到吴国去了 是个叛徒 开场换线看能不能打死这个吴国 双枪我们不怕他是一个谁谁谁谁 这大概是个周泰 就是说鲁树 只要求逃了 大概会死 那8号掉了个血 鲁树打第二波 呃鲁树打第二波 开场无中 杀 人党杀神 我党杀佛 看一道 很可惜那 有一把有这个视频效果的绝美保存下来 就是我一个 我偶遇到 偶遇到这个某鱼的一个主播 他说他是某鱼的主播呀 我和他这个主播之间的这个 强强的配合 然后他利用了一个 采用了一个托管加离线的双战术 这个完美搭配 而且我们最后 两个卫国竟然完成了2v6的一个壮局 其实我和他还不是特别强 很可惜 没保存下来 不然我们给大家分享一下 这咱们这两个主播强强联手 怎么2v6 而且这个托管和离线战术怎么完美的运用 而且怎么的 我憋不下去了 张合我们哄一下这个鲁树是张桃子 张合把这个桃子拿到回到了凉血 那8号真的是个卫国人吗 因为这个8号啊 前面我给他标吴国 现在他吴国的属性越来越小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这个吴国人现在会出来帮忙 这个鲁树要死 这个张合要死 然后他是大概率会来帮忙的 这还是让吴国人在场上 任意的被欺凌 被侮辱 这个大奔贝香香 被吕布干得死去活来 这边鲁树也是 对吧 这个香香心态爆炸了 一直被乐 让不让人玩 然后199 默默挂了这种路线 然后依然过了 不过在我眼里面 他吴国的属性慢慢的有点 弱了 因为他挂刀 他怎么不挂 他可以把这个庞桶给窄了 他也没有装作 我重注一下 铁树莲环 看一下这个双向牌 排他 看正极张合 这一波 从新牌队里面有没有所掌获 不错 拿到这就蓝蛮 但是他这里没有去偷牌 竟然 这里一定要偷铝物和肖像的牌呀 他直接就放蓝蛮了 那我们肯定就要出来了 这是虽然我们手上没有桃子 但是还是依然可以一战的 因为8号是个嗜血匠 即便他是个群穷 我们认为他是80%的群 20%的位 然后10%的位 10%的五国人 但是有可能是能赢的 然后把这边的香香翻 其实我这里觉得还是翻铝布好一点 因为铝布副像还没出来 我没翻铝布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主要原因是铝布在前面 打这个铝树的时候是没有双量的 我认为他的进攻能力有限 他如果火力比较爆炸的话 他是可能会尽全力去把这个铝树干掉的 我认为他没有很用力的干掉铝树 我认为他火力没那么强 就没有去翻他 其实这里翻铝树 翻铝布可能更稳 我只是比较惧怕的香香爆发 且在我这边看来 这挖号还不一定 这里没有翻这边 铝布的唯一名是我认为 这边的潮人潮红 有可能不是一个卫国人 所以说我认为应该翻掉场上 唯一能让我们输的一个香香周态 因为这个人比较强 就这边亮出一个潮红 然后最后就行了 感谢大淡水河边的腰花的车票 然后猥琐之王让我们躺着 41师女的玩家 还是值得信赖的一名玩家 好吧 这期的视频就给他录到这儿 希望下次我能及时的把一些比较精神局保存下来 本来还有两局相对来说更优质的录像 没有保存 然后最近的视频可能更新的质量没那么高 大家要担待一下 因为优酷要保证这个创作者的一个更新的频率 如果你你你半个月搞一期 半个月搞一期 他就他就让你发不了视频 或者让你一些权益就丢失了 那我尽可能的能把确证我的这些视频 至少得有一个环节或者一处的亮点 能给大家带来 那就凑合吧 好吧 我们下期的过程提供我们再见 拜拜